這我的寶貝戰車 等一下就要下場 你覺得賽車裡面 最讓你身體覺得疲累的是什麼東西 過彎的拘力吧 所以所有的拘力加注在你的肌肉上面 很累 你身體要有辦法撐住 要有辦法定在那個車子裡面 而且你要有辦法在那個車上去控制你的重心 所以他很辛苦非常非常辛苦 而且你身體的體能狀態要很好 像我兩三年前剛開始開卡丁車的時候 那時候88公斤 我昨天早上量大概71吧 很自然就瘦下來 非常自然 一下就瘦下來 欸 我要出場了 我要去了 我想要問一下 胎壓對於車子是不是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影響到你的操控跟你的路感 所以你們胎壓通常都是設定多少 就是我們會看天氣 還有看我們跑的圈速 還有路面狀況 所以其實也不一定 那他只要差一個數字 路感跟駕駛的感覺就差很遠 會有差 因為我們賽車 我們會把車子開到極限 所以當一切都在極限的時候 那些微小的差距都很明顯 老師有什麼感覺 完全燈的嗎 胎壓是一個很細膩的東西 你需要一直不斷去檢查它 包括它現在打完以後 它可能等一下下來 它馬上也要去量 因為現在輪胎是冷的嘛 那等到下來的時候 那時候輪胎會是最熱的 所以他要知道它的熱胎壓在什麼程度 他才知道說 他平常 就是在賽道上 他在激烈滾動的時候 他的胎壓是多少 那時候抓地勢是多少 他需要去感受它 像他對這個方面也就滿深入的 他對輪胎的極限抓真的滿好的 所以輪子跑過跟沒跑過 會有溫度差別 導致胎壓會變的 對 熱胎壓一定比較高 因為熱脹嘛 你去摩擦它一定會比較高 它冷胎壓 它放冷胎壓一定會比較低 最後要看熱胎壓是在多少 因為我們是在場上 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熱胎壓是多少 那時候抓地勢是什麼情形 所以這我們都不需要去感受它 接下來這個地方不要摸上去 直接往這個地方走 就是從這裡這樣直直過來 就往這裡摸這個地方出來以後 這個地方就直接這樣走 不要上這個地方 走到這裡自動就把車放到座外面去 他家座就會一直放到這裡 接下來就來到西湖三個很有名的法夾彎 一號二號三號三個法夾彎 通常在那個天鵝湖開不好的人 他出來這個速度都會有所損傷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你的速度 去摸他的那一箭 然後來搶這個路彎的這個位置 所以法夾彎是一個很好 而且很安全的操車點 操車點有分危險跟安全 像天鵝湖 技術夠才有辦法操 你技術不夠 你可能在那裡操 你也會撞到別人很危險 但是這個因為它是直線 所以只有就是 如果你速度比較快 你當然就可以拉出來在他旁邊 然後漸漸在前面比他早入彎 比他早卡住這個位置 然後進彎這樣 那這是西湖很有名的叫招牌彎 我記得這邊之前有一個招牌 招牌 可能掛不知道什麼的廣告 有一個招牌在這裡 那我們就稱這個彎叫做招牌彎 招牌彎其實把甲彎過法很簡單 就是外內外 從外面擦車 然後進去 然後碰到中間的彎心 然後再放到賽道的外滬 所以它會畫一個就是很圓的弧線 非常圓的弧線 但是如果實際上有開過這個彎的 這個彎真的不容易開得順 它可能角度上稍微有一點點 你要很注意你的彎速 你的剎車點 你的油門點 它才會很順的這樣過來 從這裡出去 那一樣又來到了第二個法夾彎 車子放到這裡之後 就會開始往右邊靠近 那一樣 這又採取所謂的外內外 只不過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一個很大的左彎 在台灣我有講過有四個賽道 這四個賽道都是順時鐘跑的 所以順時鐘跑它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它的右彎會比較多 它左彎會比較少 所以這個地方左彎的時候 一開始你要去習慣 這個左彎 繞這麼大的這種感覺 你很少有左彎繞到這麼大的感覺 通常都是右彎 它跟剛剛這個髮夾不一樣 剛剛這個髮夾比較急促 賽道比較窄 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很明顯比較寬 像那個地方就比較窄 所以你坐的就要比較好一點 因為比較窄 你車子的動態會比較憋 就很像說 我叫你穿一件比較小的衣服 你可能就會這樣 穿很大件衣服 對不對 比較舒服 比較輕鬆 賽車好玩的地方就是真的在擺 你有沒有發現 對 那邊是輪胎牆 它不像三萬彎這麼死 所以你的彎速實際上是很慢的 很慢的進來 後面才加油 但是這個彎它很快闊 所以你可以很早加油 它路線也很寬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假設你這個地方沒控制好 那邊就是輪胎牆 它速度又快 前面又是輪胎牆 所以在這裡 在下油門的時候 那個車子都會一直外拋 一直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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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拋拋拋拋 拋 拋 拋到這輪胎牆的旁邊 有沒有 正常大概 我印象中的位置 應該大概在這裡 拋 有沒有 你看地上的線也是這樣過來 如果有機會 我們再去屏東大棚灣 大棚灣這個地方更恐怖 最後一個彎 它旁邊是直接是 牆壁 那看起來更恐怖 因為你過去的時候 你的油門下得很大 它是看到牆壁就在你旁邊這樣 很爽 一定會有人問 那不要啊 我走這邊就好啦 我不要離它那麼近啊 我比較安全 但是你畫的圓的半徑比較小 所以你的轉的幅度就會比較大 你方向盤只要一轉多 它的阻力就變大 所以你的車速就會一定是慢 再加上你走的不是一個很線性的路線 所以你的加速 最後就是在直線的提速一定是慢的 賽車比賽絕對不是在比直線 賽車比賽都是在比彎道 你的煞車又晚 你的彎速又比人家高 那你又可以找加油 你最後的提速是不是就會很快 因為最後就是要提速 因為你在這裡 超人家嘛 人家在這裡好 一樣跟你53好 就算一樣跟你53到這個位置 但是你之後是54556575859再提速 它是53 53.1 53.2 53.3 53.4 你看是不是就有差 因為那個提速一下那個差別就拉出來 車子差距馬上就拉出來 為什麼卡丁車很好玩 是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的重量 像我們玩的那個車子 它是160公斤連人帶車 引擎也都一樣 所以大家都在一樣的狀態下下去比賽 所以不會有 你的車子超級無敵好 我的車子超級無敵爛 你贏我是因為你車子很好 不是 我們大家車子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比拼的真的是技術跟膽識 接下來繼續往下爪 一開始來賽車會有個錯覺 我們看到每個彎都想要繞它 每一個地方都想要繞它 其實有些彎真的不用繞它 你從這裡不要把這當成一個彎 飛過這個腳以後 馬上這裡踩煞車 那這個彎跟剛剛的三號彎也有一點點像 它可能稍微比較深一點點 可以煞的時候就要很有耐心 像過這種比較深的彎真的都要蠻有耐心 因為你不是泰德要踩油門 泰德踩油門就是在那裡 你車子就是往那裡走 對不對 因為你車子最要往這裡走 泰德踩油門 你車的重心在後面 它一定一直不斷的往前推 所以你轉方向盤它應該反應都不會太大 它就一直往後走 拔進去後把重心擺在前面 轉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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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轉向越來越慢慢回正 你會發現 這時候就可以下油門了 然後它就會以一個線性的姿態 直接往這裡跑出去 那這裡你就會開始加速了 我們講彎星就大概是剛剛那個 巢掌的那個位置 我們俗稱APEX 我記得我在這裡拿到冠軍的時候 我出最後一個彎的時候 我是這樣 這樣重點 通過那個線 覺得很開心 非常開心 這樣一整個賽道介紹就完畢了 那特別補充一下 旁邊這個就是Pitch 有沒有 我剛剛講最後一個彎繞進來 你可以從這裡進去Pitch 在這裡 塞車運動真的是太累了 抓力又會影響嗎 你後面抓力 前面抓力就相對變弱 翹越多車越不穩 翹越少車 它相對比較穩 對 OK嗎 你在抓這條 右彎 不能有瞬間的這種轉折點 因為通常你有這種的轉折點 都是對不到這條線的 對 你一定是跑出去的 對 在這裡 你們老早 就要把這台車 一點點 一點點的 去對到這條 你們要的線 欸 簡事 你在旁邊看感覺怎麼樣 太快了 太快了 對 咻咻咻咻就不見了 咻一下就滑進去 彎道裡面 真的喔 那個距離有沒有很大 自己開之後 因為我的速度沒辦法提上去 所以我體驗不到距離 可是我體驗到的是那個方向盤 對啊 根本不是正常車子的方向盤 對 它雖然只要轉一點點而已 可是我想要彎那個彎 我就要很大力 對 它真的不好開 而且是你開太慢了 它方向盤才會太重 好丟臉喔 今天這樣一整天 哇 練得好爽喔 完全不間斷的練習 對啊 除了吃午餐 都沒什麼休息 對啊 如果你問老師說 怎麼樣學的人 會學得最好 通常不是最有天分的 也不是上課最認真的 作業學最多的 是持之以恆的那一位 通常會是學得最好的 因為有些人他很有天分 他學一學 他就覺得我不用學啦 所以他就輕忽了這一門 學問 數學 或者是賽車都一樣 那 有人是一開始接觸 哇很認真 三分鐘熱度 哇 要Push自己喔 那時候練得很勤 一個月後他 不見了 所以 這就是我跟學生講的 要寫作業 你看 老師練習都這麼認真了 你們一定也要給我認真學習 認真寫作業 所以我想要問你就是 你覺得你玩卡天上 算是一種 休閒還是一種細的事情 都有吧 比較健康啊 因為那體力的負擔很大耶 你說你從幾公斤瘦下來 88 瘦到71 真的公斤呢 我才這麼多耶 你覺得有舒壓的感覺嗎 當然有啊 在什麼時候還是全程 你敢全速衝進去踩大車 然後很快的速度過那個彎 都很舒壓 所以衝進去的時候 帶來是一種刺激的感覺 對 然後刺激的就是 跟坐雲槍杯車一樣 坐完之後好爽喔 嗯 而且這雲槍杯在你自己充氣 哈哈哈哈 成就感 當然啊 因為大家都一樣的車子 一樣的重量 打的一種贏的那種感覺 嗯 進步了又進步了 那就很有成就感 嗯 chocolate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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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